北京委群律师普志强等人被捕后 北京一位企业家王英 在微博上发表公开声明 标题叫 我申请入狱免得害臊 内里龙写道 目前普志强律师 被与寻衅滋事的罪名被刑事拘留 还有多人失点 如果有人为此等事情 就要去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监狱 这个社会荒腾到了何种程度 如果他们有罪我就有罪 只是诺网而已 被列为大陆百搭房企 深圳房地产企业光耀地产 被曝光资金债务危机 最近光耀地产位于惠州的多个项目盘楼 遭遇延期交付 资金链承压 甚至濒临倒闭 香港苹果日报报导 有香港网友爆料 在手机通讯软体LINE上面输入 六四敏感字眼 会遭到封锁 报导指出 一名香港LINE用户 在简讯中输入8964等字眼 程式会显示 你发送的消息包含敏感字 请调整后再发 武汉地铁四号线的青嘴鱼站 越加嘴站等多个地铁站 近来出现一幅九宫格图示 内有禁止抽烟 膝带宠物 丢垃圾 随地变尿等 其中禁止随地变尿的图示顶 在疑似变尿的男子旁 却印上一把剪刀 引发不少讨论 有网友问 这是指禁止变尿 回者剪掉的意思吗 新唐人养类电视 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